10月10日制度 新基地首個 complementary市場 觀看 經過完善選舉制度的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將在12月10日舉行 12月10日日這是很熟悉嗎 沒錯 正是本來運輸署安排三稅分流第二階段 分時段收費的實施日子 政府上星期三10月11日才公佈 說私家車早晚繁忙時段改收六四四 即是西稅收60元 紅稅東稅加到40元 這個新收費安排本來預算在上星期五十月十三日刊顯 然後在今個星期三十月十八日提交立法會 當時在記者會上政府說因應立法會審議需要時間 認為是有需要盡早實施 所以就檢定了十二月十日 不過現在又有改動了 只時間五天 運輸及民流稿就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為了要預留充分時間做廣泛的宣傳 以便公眾可以透過更多的途徑 去了解分時段收費的具體安排 決定退遲這個實施計劃 退一個星期 退到12月17日凌晨五時才開始實施 新聞稿沒有用到什麼押後或者延期實施 這些字眼的 其實老實說 押後或者延期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如果這些改動是因為想避免和區議會選舉撞日子 而造成任何混亂不變的話 都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政府將這個理由說出來 也不見得有什麼大害 有時候很難理解政府的立場和憂慮究竟是什麼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明顯 實施日期 三歲分時段收費 將它推後 似乎是為區議會選舉揚路 或多或少 憂慮新的收費安排會造成選舉障礙 都是人之上情而已 現在這種說法反而給人一種好像閃閃縮縮的感覺 不是太良好 毫無疑問 今次的區議會選舉制度和以前真的很不同 今屆區議會議席總數有470個 由委任議員 當然議員 區議會地方選舉議員 和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 這四個板塊是組成的 委任議員以前沒有了 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佔了179席 當然議員以前也有 27席 是由27名鄉市委員會主席出任的 至於區議會地方選舉的議員 大幅減少 只是佔88席 地區委員會界別的議員 會有176席 這兩者都是由選舉產生的 政府非常重視今次的安排 雖然口中說投票率不是一切 也不代表改革後的選舉制度是成功 還是失敗 不過非常重視怎樣搞好今次推廣選舉的工作 老實說 政府一點都不用擔心 直選議席只是佔88席 佔整體選舉的議席只有18.7% 無論這個界別的投票率高或者低 綜合投票率都一定有一個量例的成績 因為可以合理地預期 由地區委員會界別自己選出的議員 投票率一定相當之高 這個提名期到10月30日為止 由今天開始的 這次當局比起以往更早開始宣傳區議會選舉 相關的工作在9月已經展開了 特首和文責官員 還會粉墨登場拍片呼籲投票參與投票 為了加強今次的選舉氣氛 當局還製作了電視特輯 選舉小百科和冷知識等等 還製作了一條新計劃 連夜奔分都不放過 實行來一個Cross Over的區選夜奔分 在夜奔分安排一些攤位 和市民零距離接觸 這個會不會將一個民間娛樂活動 政治化了它 不過這樣 由政府牽頭做 本著希望能夠和市民多點互動 令公眾更加明白新選制都是好事 說得過去的 不過如果有任何的政治組織 利用這些場合來拉票 就不太適合了 我真的有些好奇 政府究竟會怎樣搞這個夜奔分攤位 會不會真的整個食物 整個餅之類的 如果沒有食物又沒有飲 又沒有任何演出 會不會和夜奔分其他攤檔 有些格格不入呢 政府還有另外一個轉彎 另外一個轉彎位 究竟是甚麼轉彎位呢 看完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 或者大家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打個電話 55668 299 又或者在以下description的欄目中 按入相關的連結 做一個簡單的登記 只要你做完登記之後 去到發在生12間分店 任何一間分店 表示你是智雲頻道的觀眾 就可以無條件獲得一支 旅行裝發在生殺菌子養洗髮錄 你是無需要作出任何消費 都會送給你這一支極方便又好用的 旅行裝發在生殺菌子養洗髮錄 快點打這個電話 媽5媽6 8 2媽9 洗頭的時候甩很多頭髮怎麼辦 怎麼選 頭髮問題和AI查 不如和黃生查 只要疏通阻塞的毛囊 利用中藥補充頭髮營養 就可以達到防脫髮固法的功效 發在生止脫固法療程 有助頭髮健康生長 打電話和我查一下 政府另一個轉彎位 就是究竟會不會在邊境 設立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的 那種專用票站 因應新冠疫情封關的時候 政府在2021年立法會選舉 是增設了三個邊境票站 而很多政黨之後都要求政府 將這個安排行常化 看回以前的報導 曾國偉今年4月曾經說過 疫情期間設邊境票站 花了不少人力物力 又要配合內地的安排 現在疫情過去了 因為選民 如果去到關口的話 差不多都可以回來香港投票了 就質疑究竟是否合乎成本效益 但是事隔了幾個月 曾國偉昨天在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裏面說 收到很多 想要設置邊境票站的訴求 所以會積極考慮有關的安排 但是在口岸撤票站未必可行 現在在密室邊境附近合適的地方撤票站 具體安排敲定之後 例如選票運到選民所屬的選區點算 諸如此類物漏上的細節 會遲些再公佈 值得留意的就是 選舉事務處早前公佈 選舉當日會設超過600個票站 但是沒有提及過會設置邊境票站 照我估計 可能事前上後之後 基於多得一票得一票的考慮之下 即使花少許資源在邊境設立 選舉區也是值得的 民主黨和民協 這次只派出幾個人參選 正當民主派在煩惱的直選議席如何拿到提名之制呢 兩個大的建制派政團昨天率先公佈他們的參選名單 陣容相當之鼎成的 民建聯會派出122個人參選區議會 不過比起上一屆還是少了一些 上屆區選民建聯派了181個人去參選 這次參選人數比起上一屆是減了大約三分之一 他們的主席就形容 參選人這次是千挑萬選 確保他們最能夠為地區服務和代表到市民的 所以沒有考慮過上屆的數字 這個說法有點不太好聽 難道上一屆就不是千挑萬選嗎 當中81個人在2019年區選落敗 今屆捲土重來 其中有28位會參與直選 包括尤尖旺區議會前主席葉敖東等等 另外又不夠兩成 一共有24人是從未參選過的新人 民建聯現在現任的21名區議員當中 有10個人都不在參選名單上 除了一早已經說不會連任的前主席李慧琼之外 也包括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顏文宇 九龍城區議會前主席潘國華等 一共有九位 在參選11人當中 有10人是會隨直選爭取連任的 工聯會昨天宣布有46人參選的 這個名單 有25位會出戰直選 21位會參選地區委員會的界別 當中有22個都是上屆區選 是落敗的 其中有16個人是會參與直選 另外他們工聯會有5個現任的區議員當中 只有荃灣區議員郭兆源 和觀塘區議員簡明東 是隨直選爭取連任的 立法會議員 東區區議員郭偉強不在名單上 區議會舉制之後 重設委任議席 民建聯和工聯會都很想加入 表示會向政府推薦人選 但是同樣這次沒有透露到具體的名單 和人數有多少 我想這次的選舉競爭是會相當極烈的 不過這個競爭主要應該是發生在建制派當中 因為已經說明他們大家是不會再作出任何協調的了 在沒有了以往民主派的壓力之下 的確似乎又沒有什麼需要做一些協調工作 無謂花費那麼多功夫 應洗得洗 應省得省 這個原則永遠都是對的